我可以壓 壓了它就扁掉了 彎腰耐心一邊講解 一邊擺放麵粉團 這裡的烘焙小教室 有老師教學 旁邊身穿粉紅和藍色上衣的學生 聽得超仔細 老師引導他們 雖然說可能沒有辦法做得 像老師那麼的到位 可是基本上的話 就是讓每個滿沛天使 都可以做出他們心目中 最可愛的貓咪樣子的包子跟饅頭 這是位在桃園大溪區 一家動物友善餐廳 跟鄰居亭方啟治教養院合作 讓這些身心障礙者 也能紓解因為疫情無法出門的壓力 而且當天烘焙課程 還有分難易度 提供他們做挑戰 疫情就派我說 不能說到外出這樣子 影響到我的心情 不太愉快 影響說 我偶爾看到我媽 能夠來到這裡 心情滿愉快的 想要看家人 卻不能踏出機構 心情真的好煩悶 原本每月至少能有一次 外出做社區適應 卻因為教養院或者是安養中心屬於密集機構 中央為了防範疫情得更加謹慎 只要沒有降到一級警戒 機構人員就不能辦活動或是外出與人互動 疫情大爆發之後 說實在已經有大半年了 那他們的情緒波動 心情這些都不是很好 幾個月下來 即使院方努力解釋 但這些漫非天時的情緒 還是會受到影響 甚至又破壞公務來表達不滿 而且疫情影響民眾收入 以及教養院機構不能夠辦活動 也讓募款收入減少很多 那由於我們中央規定 就是從第三級開始 就是沒有辦法讓他們 再踏出機構去做社區適應 沒有辦法出去辦活動了 所以說在我們的巨款收入 今年已經遞減了這樣一半的一個收入 搭配著經典歌曲向前衝 歌手徐懷宇帶動跳 他們也一起開心的手舞主導 這是服務成人心智障礙機構 珍善美社福基金會 社會資源處處長黃曉芳也直言 今年募款比較辛苦 募款比起過往 短缺同樣將近少了五成 不少社福機構面對疫情衝擊 募款金額雪崩勢滑落 就好利用臉書或官網公佈需求 希望民眾能夠捐款 幫助他們度過疫情的衝擊 TVV的新聞 廖宗信 李魯桃園採訪報導 祝福大家2022做每件事 都向母府出閘 一出手成功就到手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面臨所有挑戰 都能有某種的氣勢 事事順利 2022跟我一起 伸出虎爪 制法世界